现在指考已经开始选田制月了 到底该选什么科系对未来是比较好的呢 或许以下的调查可以给您做参考 有七成的上班族觉得自己学非所用 有四成二的人后悔说选错了科系 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呢 最多人想选的科系包括了外语 医药卫生跟资讯 而调查也显示了毕业之后 学以致用会比学非所用的人 平均月薪多出一万一千块钱 大学念台语系的王小岳 毕业没当乡土教师改行跳舞 金曲奖还帮蔡依林伴舞 从小到大花了几百万学钢琴的小麦 大学念音乐系 毕业之后教钢琴 收入不如预期改行做保险 家教然后还有音乐教师的老师 然后还有偶尔邦学校的音乐班老师代课 那一个月大概三万五 学非所用的不止这两位 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 有七成的上班族觉得自己学非所用 四成二后悔选错系 到日本念法律的游记子就是一个例子 毕业之前就找了工作 跟法律都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我中间我找过很多像是电玩设计 然后餐饮这方面的 然后到最后是无意间寄出到婚礼主持这个行业 而在美国念织品设计的蔡依庭 从婚纱设计到珠宝鉴定 觉得台湾没市场转行当临时演员 就算你考上珠宝鉴定 还是得先去做那个柜姐 调查也显示 学乙质用会比学非所用平均月薪多一万一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 最热门的科系包括外语医药卫生和资讯 记者彭书卿余正行台北报道